范尚书也笑了起来 终于明白了他这两年的徘徊不定 不仅仅是因为陷于那种伦理压迫的不安 更因为他在等待 就必须得拖延时间 如果说皇帝陛下强大自信的来源 在于庆国极大的国力 内库源源不断的金钱 控制天下的权谋之术 以及自身强大的宗师修为 那么范贤的自信 便来自于属于自己的那部分监察院 脑子里足够重修一个内库的信息 怀中足够重修一个内库的银票 还有就是那位强大的武竹 希望叶刘云真的是出海了 范尚书颇有深意地看了范贤一眼 范贤沉默许久 知道父亲想提醒自己什么 片刻以后说道 我也希望如此 范贤只在石家村待了一天 暗中与那几位被救出京都的 庆渔堂夜掌柜们见了面 双方各自唏嘘不已 虽然这几位老掌柜 在庆国朝廷的记录中已经是死人 但他们在京都都有亲眷 在江南三大房里也都有兄弟友人 所以范贤本来就有些担心 将这几位老掌柜枯留石家村 他们会不会有些别的想法 但见面之后他才发现 这些老掌柜们对于重修内裤一世 是格外的热情 甚至恨不得将自己余下的生命 全数投注于其中 当然 对于夜家老掌柜们来说 这和什么狗屎内裤没有关系 他们也不在乎庆国的国力 会被削弱到什么程度 他们只是认为 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咱们老夜家的 当年被无耻的庆国皇族夺了过去 如今少爷既然想要重建老夜家 替泪便开始纵横起来 老马的心开始跳跃了起来 范贤与这些老掌柜们重新核对了一遍三大房的工艺流程图表 再次确认了石家村将来的可能性 终于完成了此行的目的 当天牧师 他便对父亲行了大礼 然后一个人走出了大大的村庄 走入了深深的山谷 人至半山腰时 回头望去 谷中已黑 灯火见起 如天上繁星 他抬头望去 天上繁星点点 又如人间灯火 漫天星光 不知是从天上洒落 还是从地上升起 美到了极点 东夷城 城外山丘之下 泛着惨黄色的草炉 一如既往的那般安静 没有见光 没有见风 没有见任破空之声 只有一片安静 此时已经是深春禁暑时节 炽热的日头 照付在大陆的东边海洋之上 蒸汽无数的水蒸气 让整座东夷城陷入了湿热之中 好在海风常年不歇 可以稍去烦闷 自从三年前大东山一役之后 剑炉弟子们练剑的地方 便搬到了外间 没有人敢打扰 炉院深处剑圣大人的养伤 所以此时炉内 才会显得如此安静 空气中弥漫着的无形水汽 随着日头的沉沦而变冷 向地面沉降 缓缓地依附到那些剑刃钢铁 废片之上 运成些许水滴 夕阳渐下 红色的淡光 映照在剑炉深处 映照在那个大坑之中 将无数把剑上的水滴 映照得清清楚楚 渗进血红之色 就像是血水一般 不知从哪里飞来了几只乌银 好奇地围着剑坑飞行着 发着嗡嗡的 令人厌恶的声音 这些生灵并不知道这座坑 坑里的剑 在天下代表着怎样的地位 怎样的名声 他们只是本能地盯着那些 剑之上的红色水滴 在心里疑惑无比 为什么这些血水 没有一丝可喜的腥味呢 天气很热 所以剑种里的天然冰煞之气 也淡了许多 这些乌营才有足够的勇气 在此处飞舞 然而在剑种旁边的 那个幽暗的屋中 却有着与外界环境 大相径庭的冰寒 或许是这间房屋 常年没有见光的缘故 或许是床上躺着的 那位大宗师 身体渐渐趋向死亡 而发出来的一种 令人心悸的冰寒 屋子里没有乌营 没有蜘蛛 没有网 也没有蚊子 敢去盯那裹着后背的人一口 但是在雪白的墙壁一角 却有一只约小指甲大小的 长腿蚊子 死死地盯着背中的那个人 长腿蚊子在瑟瑟发抖 透明的翅膀 时不时俯弄一下 自己渐渐干枯的身体 提醒自己还存活着 两只长腿也显得格外无力 整个身体都犯着一种 不健康的鹤黄色 看上去就像是汁水全无 快成空壳 他没有飞走 是因为他在这个草炉里面 没有发现任何一个 可以吸食血液的对象 草炉里的人们 好像都有奇怪的法力 只要靠近他们的身体 都被一层无形的屏障挡回来 震死 只有床上这个要死的人的身上 没有那种能力 可是长腿蚊子依然不敢飞下去 因为他感觉这个要死的人的身上 有一股寒意 在这大热的天里 冷得他快要煎熬不住 可他还在煎熬 因为他知道那个人要死了 再厉害的人 只要死了 都会变成血水 腐肉 他需要血水 外面的那些乌营兄弟们 需要腐肉 厚厚的棉被下面 四顾见浑身冰冷 不停地发着抖 每一次抖动 都带动着他胸腹出那道伤口 撕裂一般的疼痛 三年前被庆帝王道一拳击中 一只臂膀被叶流云生生撕下 一个多月前 又被影子在胸上刺了两件 即便废界种下的毒物 已经将死了他的所有伤处 可是生机已无啊 按道理来讲 他早就应该死了 可是他并没有死 他只是睁着双眼 默然地盯着屋内雪白的墙壁 盯着那角落里的长腿蚊子 看着那个蚊子发抖 在煎熬 在等待那个蚊子熬不住 从墙上摔下来 大宗师的这双眼睛里的情绪很淡然 很平静 似乎早已看透了人世间的一切 包括生命的最末一段 生与死之间的大恐惧 这双眼睛里 没有一丝当初 剑斩一百虎位的暴力杀意 没有一丝屠腐时的血腥剑意 也没有一丝冲天而起 不屈不挠的战意 甚至连很多年前 大青树下盯着蚂蚁搬家时的去意 也没有 有的只是平静 以及那只干枯的黄褐色的 在发抖的长腿蚊子的影子 临死的四顾剑不肯死 因为他在等一个人 房门被轻轻地推开 外间稍显温暖的目光透了进来 也将那个年轻人的影子 长长地投射到地上 四顾剑没有去耗损自己最后的生命 去看他一眼 也没有开口说什么 知道对方既然已经赶了过来 自然会告诉自己一些 自己想听的事情 范贤从京都离开 转向魏州 再前行至石家村 连日辛苦赶路 终于在东夷城外与监察院的队伍会合 他没有耽搁一点时间 便赶到了剑炉 在云之澜有些默然的目光中 推门而入 推门再入 再推门而入 连过三重门 伴随着急促的脚步声 来到了四顾剑的身边 他看着厚厚棉被外露出的 四顾剑的头颅 这才发现 这位剑圣大宗师的身躯 确实极为瘦辱 纵使盖了三床棉被 依然是极小的一段 从而显得他的头颅 格外的硕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